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冰干紧张 冰干来放 冰干勇敢 冰干善良 放得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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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干世界吗 冰干紧张 头与危机 要到饼干节了 雪姬 你想要什么节日礼物 电影票 一部新上映的片子讲的是饼干城将要被鲍鱼毁灭 饼干城怎么会被鲍鱼毁灭 真是一向天开 那么警长的节日礼物不会又是 饼干节的礼物 那可是个秘 你好 这里是警局 什么 鲍鱼袭击 头儿 有人报警说饼干城要被鲍鱼袭击 具体 这是现实中 那种可笑的电影情节怎么可能发生 喂 什么 鲍鱼 我知道了 鲍鱼吗 到底是谁散布了这种奇怪的谣言 可恶 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坏家伙 鲍鱼 鲍鱼 鲍鱼干城被鱼帅冲毁了 怎么办 没头 没头 怎么办 我们要完蛋了 够了 你们两个愚蠢的家伙 我是说如果 如果 去把这封信送给那个警长 信 他们需要这个 当然不 比起这封信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交尸主 花大姐 是你说饼干城要被暴雨袭击吗 警长 这不是我瞎说的 我遇到了一个了不起的预言家 预言家 那种散布谣言的人 我要去逮捕他 警长 首次 当邮差踩到香蕉皮 取其发明星道具 发由女王发评气 警长被罚大街的时候 饼干城就会遭到暴雨的袭击 就是主会拯救城市 什么 你说什么 居然说我一名神武的警长会被女王发扫大街 我一定要救出这个骗子 会是谁给我的 难道是市民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或许是账单或者电费通知头 这是预言家的信 那警长 你这回该相信了吧 相信了吧 这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的 袜子 头 怎么了 什么袜子 取其 要出大事 饼干城真的会被大鱼毁灭 头 你说什么 取其 快去贴通缉令 不 取其 不是没脸 是那个香蕉皮 香蕉皮 香蕉皮 通缉令 是的 我要让香蕉皮在饼干城消失 可是香蕉皮不是罪犯 总之 我们一定要赶在油拆之前 将所有的香蕉皮清理干净 现在开始行动 取其 现在刻不容缓了 取其 我只是改装了一架电磁板 改装 取其 不要再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还有 让这个车子马上跑起来 好疼 取其 还有一封 取其 他的心 我的天 好疼 取其 怎么办 比达踩到香蕉皮了 饼干撑完了 对了 灵王 赶紧到王宫去 这次饼干城 真的要完了 就让我再接最后一次电话吧 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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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饼干城真的要晚了 就让我再接最后一次电话吧 不如 我们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为什么手上有奇怪的东西 难道这是奥运来临的前兆 你们这是侮辱艺术 有什么艺术呢 什么书 这次饼干城真的晚了 对 油柴摔跤了 女王也生气了 然后呢 对 然后呢 暴雨呢 还有救世主呢 不好了 这下暴风雨要来了 我还是去买把伞吧 算了吧 我们连手都没有这么大伞 还是看镜长的吧 那我们要变成泡面包了 什么 偷钥匙 没头 原来暴雨危机只是个骗局 可恶的没脸大到 居然编造暴雨危机的谎言 想趁乱夺取钥匙 我一定要抓住他们 雪鑫 让我们大显身手 让我们为了饼干城安宁 逮捕眉头 老大 您真是太英雄了 现在饼干城散布一个谣言 然后用一封信骗取笨警长的信任 然后在饼干城陷入恐慌室 再然后就失败了 什么 不可能 是真的 本来我想趁乱偷走钥匙 却被笨警长识不了计谋 我被他们堵在皇宫里头 费了好大劲才逃出来 不可能 太好了 曲奇 还好那封信是假的 唐 你为什么那么相信那封信 因为信中提到了我最想要的礼物是袜子 什么礼物 可是警长 每个人都知道警长的礼物一定是袜子 或许也只有你才把它当秘密了 好 我算你们可以把我的王鸟 你会的收拾 好 我可以和你从这些都是 我可以带你去飞述 我和你那个独白 我可以带你来 不批准 这些网友 我可以使用 我可以带你去吗 我可以带你来 一些武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